太陽才剛從山的那頭緩緩升起 來自台灣各地的五千位車友 洞六洞洞就在彰化集結 準備進行彰化經典百K 單車自我挑戰 主辦單位甚至請來世界冠軍車手 Rui Costa 和單日古典賽高手 Filippo Pozzato 領騎 兩人不但在賽前玩起自拍笑得燦爛 甚至還用中文跟現場的熱血車友 親切打招呼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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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不只外國高手來駐鎮 就連剛剛在仁川亞運拿下 銅牌的自行車女將黃庭英 也在領騎行列之一 黃庭英 大家早安 早安 庭英 今天的整個狀況怎麼樣 還不錯 我六天冷 下丘交替 十月天凌晨的新聞偏低 也是免不了的 早起運動的車友 可要坐足暖身再向路 起跑一聲令下 上千位車友傾巢而出 總長一百零六公里的路線中 行進台一線 與最經典的八卦山一三九線 鳳山寺 喉探井等知名景點 讓Rui Costa 與Posato兩位國外知名車手 都忍不住大探寶島之美 而彰化更達到了行銷 在地觀光的目的 主辦單位期望未來 這樣的活動能夠一屆 一屆的辦下去 再次帶起臺灣自行車 風潮的同時 讓車友體驗鐵馬 遨遊知名景點 又能達到健身目的的效果 真的是一減二股 來 李遜綜合報了